不曉得業者偷他的東西 那東西是沒有保障的 然後亂用我們的肖像 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很多都支持我們 是因為相信我們只希望 消費者還有粉絲們 就是自己睜大眼睛 多去了解 但我也希望那些業者 真的是平良心 防不勝防 美鳳姐 一身翠綠色禮服 微微開叉加大露香間 胸前還有一顆超大琥珀 最美歐巴桑 陳美鳳出席珠寶 品牌活動春光滿面 羅馬唯一的一紙紫色駝鈕膏 收到金餅包 愛不釋手成為美鳳姐代言 續約的禮物 只是網路上看到有她背書 要留意到底是真是假 盜用肖像狀況不斷 怎麼可能她們真的都是自己去開的 你根本不知道 而且都是很多的粉絲傳那個照片 誒這是你嗎 不習慣 甚至日前有詐騙集團 以陳美鳳名義 聲稱要拍電影集資700萬美元 將近2.2億台幣 陳美鳳聽到氣炸了 說要募款然後要拍電影 然後要什麼 那有些粉絲就會很認真的去了解 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你一定要在我藍溝溝裡頭 我跟大家分享什麼事情 你從那邊才 所以要粉絲不要上當受騙 畢竟錢消失 她最清楚 1月11月中跟藍心梅等人 一起去香港旅遊 就弄丟整個錢包 當下有影響到心情嗎 我發現旁邊都比我還急 那欣梅姐她們 她的助理啦 還有朋友都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什麼什麼 反而我一直說 護照沒掉就好 就沒問題啦 幸好護照沒丟順利回台 但美鳳姐表示 花錢消災是小事 但還是希望歲末年初這個時刻 自己能夠多點幸運 現在最想要開的是你的月影 嗯 應該是什麼 超發育 對啊 怎麼辦 最美歐巴桑或許也需要一位歐基桑相伴 TVBS新聞李玉珍李玉文台北常常報導